治療师你怎么了 你当时是左脚扭伤啊 是 我在三月底的时候 在半夜 大概十二点左右 回家的路上啊 就一边走路一边滑手机 然后就踩空扭到脚 身为一个治疗师 脚扭伤了 我还有你当时 那个肿起来的画面 那张照片是第二天 对 刚扭到了 第二天 就是 一切已经整个 就是跑出来 然后都肿了 对 而神奇的是 他在两周之后 登上了万里长城 对 就是去那边 走一走看看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脚的状态啊 也还是会有一点痛痛的 但是他其实是 可以让你活动 所以就在一些防护之下呢 我就去走万里长城了 今天要公布 当时他就是做了 这一套SOP 极性扭伤处理的SOP 第一件事请你 冰敷 冰敷 其实大家都现在有一些说法说 这个冰敷可能不好会影响循环 那其实我们现在希望的是 刚扭到的时候 可以冰一下 刚扭到大概冰个15分钟 那可以避免 它里面就是过度的出血 然后呢 过度的肿胀 那冰敷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加压固定 这是他当时做的第二件事 对 所以你看到我们首席model在这儿 内受治疗师就是这样子贴自己的啦 当然你还是要就医 他只是要公布当时他的SOP第二件事请做的是加压固定 怎么贴 没错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利用肌贴 把这个关节 把它稍微抵住你的小腿 所以说我们会从 这个外侧 近骨的中央 把它做贴住的动作 它是保护哪里啊 这个是要让关节 就是被挤压住 避免说 因为肿胀会造成更多的疼痛 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贴住之后呢 然后做一个拉紧的动作 拉紧之后 再一路的往内侧的上缘贴 我们可以从这边这样看 贴紧 哦 对 等于是绕着它一圈半的意思 没错 那这个关节呢 这样它就被往这个方向加压了 是 OK 加压住之后呢 肿胀就比较不会影响到 关节内侧 你就至少可以踩 是 然后可以站立这样子 OK 保护自己 这个叫做加压固定啊 没错 那如果说你需要做更多的挑战 譬如说 你第二天可能需要走比较远的路啊 那我们就会从 其他的地方再做一层固定 我们从脚的这个侧缘 也是一样 先贴一个头 然后呢 把它 薄起来 对 我们会从这个地方 然后绕过你的脚跟 是 然后呢 从脚掌的下面 往上贴 对 绕过 宽度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 它宽度是固定的 OK 我们就把它贴住 完成了吗 我们还有一条 脚有很多个方向可以活动 对 所以说我们还会从 另外一侧再贴一条 所以这三条 你看治疗师慢慢贴上去了 已经完工了 对不对 没错 好 我请宗伟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完成品 当时治疗师就是做这样的加压固定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完成第二项 没错 谢谢宗伟 后来治疗师做了其他件事情 包含抬高啦 持续的活动啦 还有重新训练啦 没错 其实抬高的话就是我们要增加血液循环 然后降低局部的肿胀 那当然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做间歇性的抬高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24小时都举着 你只要有空的时候可以稍微抬高就可以了 好 每次大概就抬高个30秒 然后就可以放下来休息 这个重新训练非常有序哦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治疗师说你要持续的活动 你的疼痛在三分痛以下持续活动 什么是三分痛 很多人都认为说你受了伤就是不能动 但其实你只要没有过度的刺激 都应该要去活动你的肢体 这样可以促进循环 然后呢避免沾黏 然后还可以让胶原纤维 就是你要长的东西啊 让它长得漂亮一点 好 我请治疗师来教弹力带训练 那我们就是在末端的地方啊 我们就把它打一个结 它就有一个圈圈可以使用 好 那这个圈圈呢 我们就把它套在我们的脚上 假设说我今天要使用的是右脚 我们就把它套在右脚上面 前侧的地方 套住之后呢 我们希望脚啊 要做这个方向的训练 但是这样拉不好拉嘛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动作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踩住 然后呢做脚板外翻的动作 让它朝外去做锻炼 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在三分痛以内去做使用 三分痛继续活动啦 没错 那刚才那个方向呢 主要是锻炼外侧的肌群 所以说我们内侧的肌群呢 也是可以做锻炼 我们就把带子换个方向 这只脚把它翘过来 一样 把它顶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拉紧之后做这个方向的用力 哇 这个有点难 反向伸展的意思啊 没错 观众朋友 我们要请您拿起你的手机 因为在我们的新闻镜面上 您会看到QR Code的出现 要请您扫描 请您重新订阅全新的聚焦2.0 首播记得收看 如果要复习的话 一定要上YouTube复习 我会停留个几分钟 等你扫描 接下来这段VCR 这是许医师独创的 叫做ABC活筋操 它可以活络全身筋骨 跑完步以后呢 我会做一个ABC活筋操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向上合掌 一二三 它可以活络你肩膀的筋骨 好的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左右交叉 一二三 它可以活络你上臂 下臂和下臂的筋骨 第三个动作 最难也最有趣 就是七爷八爷 主要的动作包括 摇头晃了 再过来呢 就是七爷八爷 双手像七爷八爷一样的摆动 接下来呢 就是要弯腰扭臀 就像这样子 就可以活络你全身的筋骨 长中风啊 就是藏着血管给阻塞住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如果说你按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做往上出力的动作啊 会增加疼痛的话 那就是往球走